昨天說到,王展和楊端和帶兵去打趙國, 撞到李武,估計沒辦法打得贏, 就將情況上報給秦皇看看怎麼辦, 秦皇收到王展的報告,就找王毫來說, 怎樣啊?你說花了一萬斤金,就買了趙國了? 現在不單止打不贏,還損失了十萬兵, 王展和楊端和去到,都說很難打, 那究竟是怎麼回事? 王毫就答他,大王,老師都曾經說過, 趙國有兩個人才是很難對付的, 就是廉婆和李武, 那當時呢,就只是考慮阻止廉婆, 我,就想著李武守著邊關, 回不了來,不用考慮他, 那就因為緣議攻陷平洋之後, 一時又打不下寒丹, 那趙王才有時間去叫李武回來, 是啊,李武是名將來, 看來,只有我去協助王展, 從趙國的內部入手,才可以啊, 那秦皇當然就同意了, 王毫去到軍營, 看到王展之後,他就說, 將軍, 李武一向帶著三十萬兵, 又怎會看得起將軍你十五萬人馬呢? 這個人用兵深謀怨淚, 他收拾兇奴,花了很多年時間, 一有機會,他就不肯放過, 一是不出, 一出就贏定的, 請將軍不必多慮, 如果憑將軍的氣力, 去勝李武是難一點, 不如這樣啊, 將軍就跟他通一下信, 令到兩國的使者可以有來往, 商議下異和的事, 那到時, 我就有文章可做, 將軍也都由機可乘啦。 王展聽他這樣說, 覺得對, 於是就派人去趙軍的軍營裡面提議講我, 那李武呢, 也都派人來接頭, 談一下打一下, 打一下談一下, 那就拖住了些時間了, 那王傲呢, 他就狗上瓦坑, 又是去找上國國開, 那找到之後他就說, 呃, 大夫啊, 聽說李武和王展在這裡私下講我, 兩個人講好, 等趙國滅亡之後, 就就請秦王封李武為代王啊, 我就當然覺得這樣不好啦, 秦王就算要封都應該封你才是的嘛, 什麼時候輪到去李武啊? 唉, 看來啊, 你要快點圈圈趙王另外派個人換李武下來好過啦, 如果不是到時候就吃虧的是你啊, 那我特地來通水給你聽的啊, 那國開當然是認為王傲呢, 是好意是為他著想啦, 就拿那聲將這件事就品報給趙王知道, 趙王就怕李武搶了自己的王位, 立刻升了趙聰為大將, 就去接替李武啦, 那李武當然是很不願意啦, 都沒有辦法, 唯有交出兵權, 他叹了一口氣話, 唉, 我一向替洛藝廉婆他們傷心, 想不到我都有今天啦, 於是他就跟了衣, 就留夜想敵去魏國, 想著那裡還有個廉婆, 去做一對天涯淪落人, 大家傾訴一下都好啊, 怎知道國開和趙聰又不肯放過他, 派武士四周圍那麼炒, 就知道, 武士在一間酒店那裡就找到, 見到他們喝到爛醉如泥氣, 對了, 一刀就割了頭下來, 就拿去繳令了, 唉, 可憐趙國的擎天柱, 秦國十萬大軍都推不倒, 就被他們自己人推倒了, 唉, 有什麼法指國家不亡啊, 那跟著, 趙聰又做了大仗, 顏聚又做了副仗, 唉, 真是沒有那麼大個頭, 學人戴那麼大頂帽, 玩死自己的, 只是李牧手下的兵就不肯聽他們管, 因為大家知道李牧是屈死的, 當晚就走了一大半了, 趙聰見到管不成, 就唯有將自己的兵馬重新編排, 還好似整鑊足那樣的時候, 黃展和楊端和的大軍就分兩路夾攻打到來了, 趙聰都沒反應過來, 就被人一刀掠掉了, 硬罪總算有些本事, 帶著自己的人馬, 立刻退回入寒丹, 就打算死守, 那秦皇在咸陽, 坐等又等等了幾個月, 都等不到黃展得勝的消息, 又知道李牧是個很厲害的將才, 就擔心黃展再有失誤, 趁著帶著三萬精兵來增援黃展, 還沒到寒丹, 就聽說秦軍得勝, 現在攻打寒丹那樣, 就索性直奔寒丹來助威, 韓丹的老百姓, 因為怕秦軍攻破城之後會大屠殺, 幾乎家家戶都攬在一起在那裡哭, 趙皇也都很後悔換了李牧, 就更加是憎趙聰殺了李牧, 如果不是, 哪會搞成今日這樣的局面呢? 唉, 真是叫天天不應, 叫地地不靈, 兩個口一隻狗得的哭子, 國開就開心了, 想著不用多久, 就會得到秦皇的賞賜了, 功名富貴, 錦上天花, 唉, 想到他幾乎笑出聲, 但是表面他還炸帝好驚聲地對趙皇說, 唉呀, 趙皇, 喊都沒用的, 唯一的辦法就是投降啦, 如果不是, 如果不是, 只會死的, 人家韓皇都投了韓了, 你又不是投一個, 唉呀, 當機立斷啦, 趙皇的眼淚汪汪汪的問嘛, 那, 你打算怎樣啊? 我? 我又不是君王, 去哪裏都為兩餐而已, 我想拿出對大王的忠心, 來到去服侍秦皇, 我想哪裏都怕有碗飯吃吧? 趙皇聽了, 唉呀, 真是心如刀割, 自己最信任的大臣, 竟然是個這樣的人, 不過現在才覺醒就遲些了, 於是趙皇又決定投降, 由國開又帶著去巡營, 那趙皇的大哥公子家和顏罪, 聽說趙皇去了巡營那裏投降, 立刻帶著幾千隨從, 殺出北門, 就直奔代城了, 那即是李穆元先鎮守那處, 就決心日後再恢復趙皇, 那講一下秦皇, 他帶著軍隊, 入了韓旦, 就將趙皇改為秦皇的巨綠郡, 就拜國開為常卿, 將趙皇送去別的地方住, 直到這陣時, 趙皇才知道原來國開是個叛徒, 不過現在才知道就遲了, 他叹了一口氣, 唉, 如果李穆還在, 我都不會做俘虜了, 那從此, 趙皇就病了, 沒多少天, 就叫死了, 韓旦旦的百姓, 看到國開還好像以前做上國那時一樣, 斜出斜入, 就覺得很奇怪, 經過打探才知道, 他原來是個叛徒, 於是盡管國開好可愛, 橫衝直撞, 但是老百姓就沒有一個人看得起他, 他還很好記性, 記得黃澳曾經說過, 說等趙國滅亡之後, 就封他為代王, 於是他立刻去找黃澳, 黃澳就說, 秦皇不是已經封了你為上卿了嗎? 咦? 國下, 不是代秦皇許下樂延, 說趙國一望, 就封我為代王嗎? 呃, 君子一言, 司馬難追哦, 黃澳就心想, 唉, 怪得人家說人心不足就是吞將啊, 原來真是有這樣的人啊, 吞了萬金都不知足, 還想當黃啊, 他就說, 大夫, 你又不要以為趙國的滅亡, 都全部你一個人的功勞才行啊, 秦皇損失了十萬大軍, 百元戰將, 如果被大夫做回皇, 那秦國打得這麼辛苦, 就等於什麼都得不到? 呃, 不是我叫趙皇換了李牧樂來, 你秦皇再用二十萬兵都攻不入寒丹啊, 喂, 千萬不要過橋抽板嘛, 既然是這樣啊, 既然是這樣啊, 大夫, 你可以親自去找秦皇啊, 呃, 當時秦皇又不是直接向我許樂的, 呃, 是通過過橋下你轉告的啊, 那如果秦皇不承認的, 我才來作證就行啊, 呃, 原來國開呢, 他看不起上卿這個位置, 因為上卿都未夠他原先做上國這麼威風, 如果不是為了想當王, 就用不著出這麼大力來搞到趙國滅亡啊, 哼, 找秦皇不找秦皇都不用怕啊, 他就真的去找秦皇啊, 那見到秦皇之後他就說, 王傲代大王許過我當代王的事, 不知道大王還記不記得呢? 哦, 當代王, 你當得行嗎? 哎呀, 我保證打你得差不多行啊, 好, 你就去當代王啊, 國開真是想不到秦皇答應得這麼爽快, 高興得不得了, 他謝過恩之後還說, 大王真是一落千金, 講到做到, 真心受感動, 那從兵營翻出來, 國開的恩喜若狂敢去找到王傲, 秦皇真不愧為我命軍啊, 講到做到, 他呀, 已經許了我當代王啊, 王傲都不是太相信, 他問是不是真的, 國開就說, 真的, 嘿, 他只是問我當代王, 當不當得行啊, 那我說行, 那他就答應了, 哈哈哈哈, 各位, 王傲之所以覺得奇怪, 是因為當時自己又為了鼓勵他隨口話, 以後被他當代王, 從來就沒有跟秦皇講過這件事的, 啊, 為什麼現在這麼輕易就答應呢, 他怎麼都想不通, 那就去找秦皇, 見到秦皇之後, 大王, 你真是被國開當代王啊? 是啊, 為什麼呢? 哼, 是你跟我許樂的嘛, 所以, 我便答應他咯, 唉, 當時是為了換李木落來, 我便隨口說的而已嘛, 我是確實說過, 不過大王, 你, 你怎麼可以這樣就准他呢? 哈哈哈哈, 因為現在, 是用人的時候, 要被其他國家的大臣, 做個榜樣, 所以, 我才封他為上卿, 但是他蠢, 貪心不知足, 還想當王, 啊, 如果他, 想當趙王, 那我就不會答應, 但是他說當代王, 那代郡, 在邊緣的地方, 現在公子家和眼罪, 又去了那裡, 國開又哪有本事, 去那裡當代王啊, 我是等他開心一下, 看看何時, 就來跟我辭職啊, 啊, 那王傲聽了, 才知道原來是這回事, 就好佩服陳皇的精細和英明, 還以為上了國開檔, 原來是國開他無須拿來須, 那過了幾日, 去哪裏啊, 哎呀, 我是, 是想當, 當, 當, 當你這個, 韓丹一代王啊, 趙國有個代王住在韓丹的嗎? 哎呀, 我啊, 是, 我, 我跟你說那時候, 指的就是韓丹這裏作王啊, 哎呀, 我跟你說得好清楚的, 說王展要就請秦皇封李牧為代王, 你當時就聽住了啊, 哎呀, 你當時是這麼說過, 那倒是咯, 人家李牧長期住宅在代王, 所以才封他為代王啊, 哎呀, 哎呀, 我這裏就被你累死了啊, 我現在怎去得代軍呢? 好容易啊, 那你現在有大把金啊, 找些人前夫後勇, 浩浩蕩蕩蕩地打着王旗, 坐着王車, 帶上些妃笨, 那就可以了啊, 哎呀, 你講得容易啊, 現在公子家他們啊, 佔據那裏嘛, 哎呀, 你是尚國他是公子, 秦皇又封你為皇, 何時到他不服啊? 啊, 郭開還是鬼迷心笑, 不知道那醜字怎麼寫的, 他不管有沒有道理, 又是去找秦皇, 他說, 大王啊, 你封我為代王, 我現在我沒辦法去代軍啊, 是不是呢? 我都說你不行的啦, 請大王, 讓我在寒丹, 暫時管理趙國的政務啦, 寒丹, 你都站不住的, 什麼啊? 我在趙國的時間這麼長, 趙國的情報是我最熟悉的, 一定可以打你好的啊, 如果是這樣的, 我都可以答應你, 不過你以後不要後悔啊, 我死而無悔啊, 大王你敢待我, 我一定奮身碎骨, 來不孝大王, 說完, 他行了個大禮, 就寬天喜地地走了, 秦皇派了個人去找王傲, 在他耳朵邊, 滋滋滋滋滋, 說了幾句, 王傲聽到他笑得肚子都亂了, 那後來, 國開又很高興地進來找他, 啊, 我見過這麼多諸侯, 沒有一個敢得秦皇啊, 我敢輸到, 他一定會統一天下啊, 王傲就說, 當然啦, 秦皇代人這麼好, 不過, 跟秦皇做事, 真的要打醒十二分精神才行的, 如果不是, 就會吃虧的, 甚至會害死自己的, 嗯, 這麼說是什麼意思啊? 我是說, 你無論向秦皇求什麼都好, 如果不對, 他最多都是提你一句半句的, 如果你就是要堅持的, 他都會答應的, 不過, 你很快就會後悔的了, 所以聽秦皇說話都是, 一定要打醒十二分精神的, 嗯, 現在他答應我, 以國慧皇的名義, 留在韓丹來打理朝國的政務啊, 那是不是你要求的啊? 當然啦, 那秦皇怎麼說啊? 他就叫我, 以後不要後悔, 其他就沒有說話了, 你說, 啊, 講他好事, 嘿嘿, 你怎麼會後悔呢? 王傲一拍大鼻, 哎呀, 糟了, 你聰明一世, 糊塗一時啦, 啊, 怎, 怎, 怎啊, 喏, 我問你, 你是想死, 還是想生啊? 各開聽的, 毛管眼都動了, 他説, 不是啦, 你說白點來聽, 我不明白啊, 你知不知道, 你現在是秦國的功臣, 同時呢, 又是趙國的罪神來的, 雖然現在知道你為秦皇出過力的人不多, 但是以後整整一下就會知道的啦, 等趙國人知道, 廉婆是因為你阻止, 才不能回來救國, 李牧, 又是因為你叫趙皇, 才收了他的兵權, 導致了趙國的滅亡, 哈哈, 到時呀, 我看趙國人, 容了你都有份啦, 還有啊, 等秦皇統一了天下之後, 諸侯皇都沒有了, 寒丹就改成巨鹿滾, 你情願到時候在那裡做過郡獸呢, 還是在朝廷做常卿呢? 因爲我和你有交情, 所以才提醒你呀, 郭開聽了, 如夢初醒, 他說, 那, 那, 那當然是做常卿武啦, 哎呀, 看來, 秦皇的說話, 真的要仔細聽才行呀, 真是厲害, 實際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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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秦皇真是個了不起的聖君呀, 那, 那我就不好意思再去見他啦, 我麻煩你, 幫我轉求大王, 就說我寧願做常卿呀, 日後再好好報納, 立功補過的呀, 你自己醒, 那當然是自好啦, 念在相識一場, 那我就跟你向秦皇講啦, 於是, 郭開就回到家, 把積蓄的金銀就裝了上車, 哇, 整幾十車那麼多, 就準備帶去咸陽, 打著腳也有排碳啦, 那一路上, 他自己好得意, 在他心裏面就讚自己, 讚自己聰明, 讚自己有見識, 如果不是那麼聰明, 不是那麼黑心, 不是那麼面皮厚, 一給他講中軍報國, 哎呀, 早就嫌羅王有請啦, 還想說帶著十幾車那樣的金銀, 回去秦國那裏做上興難啦, 今天就在他得意忘形, 尖尖自起的時候, 迎面就撞正李牧的一幫門客, 呃, 一聲下衝上來截著去路, 一個三下五樂意, 就將郭開的老婆子女 全部殺青光, 然後就將郭開就撤了下車, 郭開就綿色都變了,